望兴之星河滚烫 第三集 私家珍藏分你一半 周五的晚上 藏色临时要加班 魏无羡回家的时候 只看到桌上做好的饭菜 没见到他家母上大人的身影 魏无羡看着一桌丰盛的晚餐 咽了咽口水 猜想着是藏色大麻将赢了 没往其他地方想 兴奋地进房间去找被藏起来的游戏机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他的游戏啊 终于带着机会可以玩了 没人管 真爽 等他回到客厅的时候 发现门口站着一道身影 吓得他头皮瞬间麻了一下 看清来人后 魏无羡捂着心口道 蓝忘机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进来的 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按门铃啊 没人开门 看见门没锁 就进来了 蓝忘机盯着他手上的东西 你在玩游戏 游戏 魏无羡瞬间倒吸了一声 把游戏机往身后藏 没 没有 你来我家有什么事吗 阿姨让我来你家吃饭 蓝忘机绕过他 走到饭桌旁坐下 吃饭 魏无羡愣了一下 你家没饭吃吗 蓝忘机抬眸看了他一眼 家里没人 家里没人 魏无羡默明地脑补了一下 想大约是他家母上大人知晓了蓝忘机的情况 便热情地邀请蓝忘机来家里吃饭 这般想着 忽然茶几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魏无羡一看来电闲事 又倒吸了一口气 朝蓝忘机比了个虚的手势 清了清嗓子 才接了电话 蓝忘机看着他一顿迷一样的操作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垂眸弯了弯嘴角 妈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又在玩 一接电话 脏色皮头就问 魏无羡瞄了一眼饭桌旁的蓝忘机 眨了眨眼 没有 刚刚在房里没听到 嗯 忘机来了吗 来了 魏无羡老师回道 行 那赶紧吃饭 吃完饭赶紧复习 抓紧时间跟忘机学习 魏无羡郁闷地想 就知道没有无缘无故的免费晚餐 听见没 脏色在那边提高了分贝 吓得魏无羡手一抖 把手机点了免提 于是整个客厅都回荡着 脏色的声音 糖醋排骨是给忘机做的 你少吃一点 碾得又牙疼 还有 把你那想要称大王的心思收起来 不要以为 魏无羡偷偷瞄了一眼蓝忘机 然后与他四目相接 一张老脸挂不住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们吃饭了 饭菜快凉了 魏无羡硬着头皮 坐到饭桌前 我们快点吃吧 然后各回各家 这一句是含在嘴里说的 什么 什么什么 魏无羡赴飞 听里要不要那么好 蓝忘机动了动筷子 没再说话 魏无羡从没觉得 吃饭也会变成一种酷刑 空气里像是有一层 明约尴尬的无形网笼罩着 他抬眼偷偷看了一下对面 蓝忘机吃饭极其地慢条斯理 他不觉得尴尬吗 要不要找点话说 还是找点事做 魏无羡忽然想起 偷偷藏在床底的东西 眼珠子一转 蹭得起身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个好东西 蓝忘机眼看着他风一样进了房 紧接着是搬动东西的声响 不一会就见魏无羡手里 抱着两罐啤酒出来 朝他晃了晃 那私家珍藏分你一半请你喝 蓝忘机皱了一下眉 淡淡地说道不喝 魏无羡气了一声 手指随意地勾了一下拉环 搭的一声打开一拉罐 仰起头喝了一口 然后抿了一下唇 好喝 你真的不是事 蓝忘机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 阿姨要是知道 蓝忘机 你不会是要告状吧 魏无羡捂着他的珍藏 一双眼睛盯着对面 我跟你说啊 我们都这么熟了 你不能这么没意气的 一般熟 魏无羡紧紧紧地盯着蓝忘机 忽然有些后悔拿出来这珍藏 可是这已经打开了 总不能倒掉吧 那多浪费 不如 蓝忘机 你喝了这半罐 以后我学习就听你的 绝不捣乱 魏无羡把手里剩下的半罐啤酒 递了过去 挑眉道 他心里打敌小森盘 确实 只要你喝了 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 那就不用担心告不告状的问题了 你担心我告状 蓝忘机反问 你是我肚子里的虫吗 你不会这么狠心的 对不对 魏无羡瞬间坐到蓝忘机面前 那父母样倒是有些可怜 蓝忘机谋色一沉 头往后微痒 我妈是不是给你什么好处了 对于魏无羡跳跃的说话方式 蓝忘机一时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没有 那你干嘛那么听话 你就当没这回事 敷眼一下不行吗 不行 十五分钟后 魏无羡在两人默默无言的对视中 拜下阵来 有些颓然地趴在桌上 目光落在那半罐啤酒上 又有了主意 这样我们做个交易 你把这半罐喝了 我以后就好好跟你学 绝不捣乱 说得像那么回事 不喝 魏无羡拿着啤酒罐 摇了一下 这还不到一半 你干了 我保证肯定跟着你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绝不捣乱 我发誓 魏无羡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约是少年人莫须有的好胜心作祟 又或许是对蓝旺鸡的好奇 总之这当下 他就想让蓝旺鸡破例 让人人称赞的别人家的孩子也沾沾地气 你也不想每次都是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你学吧 这样效力也不好 你既然答应了我妈 就得受人之托终人之事 蓝旺鸡微醋着没看他 只觉得太阳血一阵隐隐地疼 那句受人之托好像起了作用 毕竟藏色在乔云奇说的时候差点落泪了 他忽然有点明白 魏无羡这性格像谁了 蓝旺鸡从未喝过含酒精类的饮品 此刻却盯着眼前这一罐子 魏无羡的目光像极了圣经里的恶魔 正引诱着单纯无害的羔羊 鬼使神差的 蓝旺鸡伸手接了过来 像是做了重大决定一般 扬起头喝了起来 哎 当时魏无羡被吓了一跳 你还真喝啊 说话算话 蓝旺鸡看着他 呵呵 谁都知道酒后说的话 魏无羡话未说完 便在蓝旺鸡的凝视之下 善善地闭了嘴 失策 失策 都怪自己一时迷了心窍 吃完饭 魏无羡收拾好碗筷 瞄了一眼还坐在饭桌前的蓝旺鸡 拎起被他随意扔在沙发旁的书包 进了房间 你不进来吗 魏无羡见蓝旺鸡依然坐在那里 感觉有些不对 可是却看不出那里不对 嗯 蓝旺鸡点了一下头 起身 拿起书包进房 气氛安静得有点诡异 魏无羡一边坐着席提 眼神却不自觉地在他身上转悠 撇开他对蓝旺鸡的那些偏见 他还是很肯定蓝旺鸡的颜值的 从小到大 他可没有觉得哪个男生会比自己好看 而且好像越长越好看 有言又有才 简直是老天爷的宠儿 魏无现象 怪不得那些女生 总幻想着要融化这座冰山 呵呵 冰山 主持人 明天 女生 溢金